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不论20、30、40岁都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做一个理想的自己 中间好像就是觉得蛮有共鸣的 就是在职场或是对外在对我们的眼光 好像尤其是对女生 好像就是会觉得年龄到什么阶段 就应该要什么样的成就 然后没有符合社会的期待 就好像你是偏离轨道 就蛮有共鸣的 你觉得也从演出中去知道 原来在女性的这样的角色 在这些阶段影像的一个历程 对我来说是很清晰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超过三十几岁 就是虽然我已经结婚了 但是我也是单身很久之后才结婚 所以我是觉得 他讲述了一个单身女子的心情讲述的非常好 就是我觉得不需要有太多的框架 因为我周遭其实有很多就是朋友他们其实也是单身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社会上给一个大龄女子太多的压力 其实很多单身男性他们也是一个人 可是并不会说为什么你怎么不结婚什么的 可是对于女生大家就比较严格一点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也很好 不一定说没有什么是一定要的 就只要自己开心就好 本着对于年老色衰的恐惧 而写下的剧本 呈现单身都会女子的内心世界 公民记者刘朝文台北采访暴早